刘伯温在明朝的官职 刘伯温出生于浙江青田 年幼时就有神童的美名 当同龄儿童抱着书本不知所措时 刘伯温只需要拿来莫读两遍 就能当众被诵 而且还可以向大家解释其中的含义 像刘伯温这样的学生自然最受老师喜欢 作为神童也不是没有坏处 很多神童容易沉溺于过去的声誉中 最后泯然重忍 可是刘伯温不同 他即使顶着神童的名声依然努力学习 朱子百家天门地理兵法算数 寻常人一门精通便已经了不得 刘伯温却样样精通 这也证明他的天赋之外依然愿意下很多 苦功夫学习 这些学问的精通 对于后来刘伯温辅佐朱元璋起义 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伯温刚入朱元璋军营时 并不是一个很受瞩目的毛史 朱元璋当时也不算起义军中最有声势的意志 他们两个人相遇后 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平淡度过 直到朱元璋与陈有亮交战的时刻 所有人设服于陈有亮见传声势 甚至打算放弃时 刘伯温坚定支持朱元璋继续战斗 并列出具体的办法 刘伯温的支持 让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到朱元璋建国后 刘伯温自然被授予重要职位 最开始时 刘伯温被授予御史忠诚的职位 御史忠诚归属御史台 在御史台中仅次于御史大夫 而御史台的主要工作 就是负责监察 也就是说 刘伯温是监察机构的二把手 不过 因为当时明朝出力 很多制度并不完善 所以 无法确切进行对比 这并不是刘伯温第一次担任御史监察的工作 原朝 时 刘伯温增考中进士 当时 原朝就曾授予刘伯温监察御史的工作 在任职上 刘伯温做事极为认真 重视法纪 极恶如仇 认为 不应当以私情网顾国法 刘伯温因此得罪了朝廷很多人 各种势力纠结反对 所以 原朝时 刘伯温的御史监察工作 并没有做很长时间 到了朱元璋时期 刘伯温依然把国法放在第一 刘伯温告诉御史 让他们不要顾及私情 对于那些反法的人 无论是宦官 或者大臣 都要上奏 一律依法处理 很多人都受到处罚 只能收敛 朱元璋原本是支持刘伯温的 但是 因为得罪朝廷太多大臣 连宰相李擅长的亲信 也被刘伯温依法处斩 所以 刘伯温在御史忠诚的职位上 也没能长久坐下去 很快就以妻子去世为理由 告辞回乡 不过 刘伯温的脊梁骨 并没有因为失去官职而软弱 他依然保持自己刚正作风 对于那些错误的事情 坚决指出 急 便犯错的人是朱元璋 在离开以前 刘伯温上书朱元璋 劝他放弃迁都凤阳的做法 凤阳是朱元璋老家 朱元璋称帝后 一直想把国都从南京迁往凤阳 但是 凤阳帝小魏篇 根本无法承担身为国都的重任 只是朱元璋不听大臣劝谏 执意待凤阳修建国都城墙 刘伯温还告诫朱元璋 不应该忽略对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 只可惜朱元璋没有听进去 等到后来吃亏 才又念起刘伯温的好处 重新把他召回京城 刘伯温被召回京城后 朱元璋多次提出 要为他加封爵位 甚至连刘伯温的祖术 也要一并加封 刘伯温都一一拒绝了 朱元璋又想让他担任宰相的职位 也为刘伯温一并推辞 刘伯温毕竟是开国功臣 在洪武三年中元章对功臣的统一分封上 刘伯温被授予资善大夫 善护君封位成一搏 资善大夫 善护君都属二品官阶 如果跟现在的行政级别对比的话 大致相当 与政国级负值的官职 刘伯温之所以没有被授予 正一品很大程度还是因为 明朝开国初年的时候 崇尚武力 所以正一品中 基本都是以武将为主 文官数量极少 但在获得封决受官的第二年 刘伯温就回到家乡野居 虽然朱元璋仍会写信询问 但刘伯温在回信后 都会把草稿烧掉 平日里跟普通百姓一样 也不愿跟当地官员见面 这种退休生活 一直持续的洪武八年 刘伯温去世 享年六十五岁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脑洞外星人 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油门